靠取上課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莊安博 上次跟大家分享 我在上海的隔離生活 其中有提到 如何在家進行訓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家嘗試呢 雖然很想出去透透氣進行訓練 但其實只要你隔離的場所 擁有小小的空間 也可以做到有效的訓練 首先是徒手的訓練 如果你在家中或是隔離飯店 沒有任何的訓練器材 可以找一個小小的空間 進行徒手訓練 家裡的家具、擺設 其實也是很好用的工具 像是沙發、茶几、小椅子等等 都是可以隨手可得的訓練輔助器材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徒手訓練項目它的優點在於 它比較屬於多功能的訓練項目 例如影片中 各位看到我在椅子上 進行福利挺身的同時 你的核心、腹部與下半身 都會同時參與穩定、平衡的作用 這跟我們一般上健身房 有很大的差別 機械式的健身器材比較適合 單一集中式的肌肉訓練 比如說我們今天在健身房 我們要進行胸肌訓練 你可能就只是躺在椅子上面 進行胸腿 但是你的腹部核心 還有你的腿部穩定性 都不會參與到的 因為我以前本身打過CBA 也打過SBL 即便退役這麼多年 但是我的訓練強度 都還是有一定的基礎 所以我介紹的徒手訓練 我自己是操作40秒鐘 休息20秒 然後做個3組 那如果你本身沒有運動的習慣 或是你第一次操作這個動作的話 我建議你從12到16下做1組 然後做2到3組 就可以達到不錯的效果了 以上呢 是我想徒手訓練項目 跟上健身房 運用機械式器材最大的差別 今天呢 我的訓練菜單就分享到這邊 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HOME CORE APP的使用方式 也歡迎大家跟我分享 你們在隔離期間都在幹嘛呢 或是對其他主題有興趣的 都可以跟我說 Coach上課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